平均疫情衝擊全台 百姓沒找政府就責 侵略媒體卻在政論節目下標稱 這次疫情大爆發是萬華病毒 說是萬華病毒擴新北 甚至萬華病毒跨線是流竄 輿論罵神一片要求道歉 造成這次台灣的疫情大崩潰 是萬華的老百姓 不是的 是洛富特 是范雲 萬華老百姓 為什麼要被你們這樣子污名化 我覺得這個媒體 應該要跟社會大眾道歉 疫情大崩盤 但不只侵略媒體帶風向 侵略攜手林偉峰被抓包 凡全大陸王軍自刀自焰 創造所謂大陸認知戰 但藍軍質疑林偉峰背後可不簡單 從5月13號疫情失控加上大停電 民進黨的林非凡瞎扯附和說 小心認知作戰 蔡總統當天更開國安會要查假訊息 5月19號全台深三級警戒 府院黨更是齊聲說 是大陸趁疫情對台發動認知戰 小英跟韓粉絲一起對抗認知作戰 但臺灣停電和疫情失控 到底和大陸有什麼關係 充滿怒火的還有背黑鍋的國台辦 事實上民進黨當局這一類自導自演 嫁禍栽贓的戲碼已經是一再上演了 演了一齣甩鍋抹黑大陸的 所謂認知作戰的鬧劇 防疫釀破口全民還沒就責 民進黨道先卸責 自導自演的認知作戰大戲 參與演出的就怕是一整個集團 這吳軍偉 李一璇 台北報導 沒計劃 另一大陸 叫教練 人 intra 由 shortcuts